詞曲 李宗종 雄議員 現在進行國事論壇 每位委員發言三分鐘 首先我們請吳委員致陽 主席 各位同仁 大家好 桃園市的新屋 观音等地方 属于65岁以上老年人口密集程度最高的地区 自阳深知 这些长辈们非常需要了解 并掌握自己的健康状况 例如血糖 血脂 尿蛋白 血液生化检查 肝肾功能等等的项目 其实针对这些项目 长辈们所关心的这些健康项目 目前卫福部的国健署已经有提供65岁以上的民众 每年一次的免费健康检查 它的内容也包括了身体检查 血液生化检查 肾功能检查以及健康咨询等等 所以原则上每个人大概可以获得补助520元 如果再符合B肝 C肝的筛检的资格 另外可再加码补助每人200元 所以最高每人每年可获得720元的健康检查补助 对于民众而言说是不无小补 而且又能鼓励参与健康检查这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项利益良善的一个福利政策 但是它的推展的成效却不尽理想 根据卫福部最新的统计资料显示 2016年桃园市只有大概30%的65岁民众 以上民众使用过这项服务 这样子的人数可以说真的是太少了太少了 卫福部在推广宣传上确实应该好好检讨了 这项老年人免费健检的这么豪康的一个福利 如果只有做到三成的绩效实在是太可惜了 因此智阳呼吁 卫福部应该要善加利用 它自己在年度重要计划里面 所有能够与地方基层紧密结合的计划项目 比如说长照十年计划2.0的计划 又如建构在地老化社区资源网络计划 另外赔利社区组织营造计划等等 透过这些计划与社区邻里系统紧密的来结合 然后办理专案的推广 才能够让所有长者们都知道 并充分利用到免费健康的福利 大家一起来打造一个健康的高龄友善环境 谢谢 谢谢委员 下一位请您委员议罚 主席大家好 民修战道暗渡陈仓 污入民主操作大选 星期二民进党强度关山 护送李靖勇进入中选会 将所有独立机关都东场化 让台湾民主蒙上阴影 一切都是为了操作选举 接下来还有大家都忽略了政院版 选霸法修正案 内容增定所谓不实广告的 紧急限制刊剥令 用来操作大选 钳制言论自由 也把应该要独立公正审判的法院 当作操弄选举的打手 也让应该独立的司法院 成为东场的帮凶 行政院日前修订 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 及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 修正草案 送来立法院审议 明定候选人对不实的选举广告 可向法院申请紧急刊剥 限制刊剥令 法院必须在三日内裁定 如果裁定广告下架 业者不作为 可处二十万以上 两百万元以下贷金 对一直不配合者 可连续采取贷金 这样的修法表面上 又是以防止假新闻为理由 实际上却严重伤害表达的自由 及司法的独立性 尤其在选举期间 对于广告内容是否不实 本来就是个极难判断的法条要件 更何况如何因此来认定 因此会侵害权力或影响选举结果 在如此不确定的法条要件下 却要求法官必须在三日内决定 就很容易让掌握行政资源的执政党候选人 以此为理由来打压其他候选人 也将使本来不告不理 必须要中立的法院陷入政治斗争的漩涡 而在三天内要法院查证及认定 根本不可能 更可能造成误判 形成更大争议及选举风暴 民进党法法院当打击假新闻的代罪羔羊 但实际上却想干东厂的勾党 行政院在修法过程中没有坚决反对 但事后却发表声明说 行政机关才该是第一线站出来管理的主管机关 这时候又把选霸法的假新闻认定 回归东厂中选会处理 这就是民进党应要李靖勇做主委的其中一个盘算 到时如果修法通过 未来选举只要任何广告不合民进党的意 就由东厂直接认定不实要求下架 媒体不听就要缴纳巨额罚款 这根本就是配套选举操作 这样处心精力 想要操作选举 侮辱二字的民进党 民众一定要睁大眼睛 2020让他下架 谢谢 谢谢林委员 下一位请科委员成访 主席各位同仁大家好 最近在张宾工业区 有业者深色处理一般事业废弃物的焚化炉 引起地方民众极大的反弹 对未来可能造成的环境污染 有很大的疑虑 那极力表达反对设置的立场 另外从彰化的工厂而言 也面临着困扰已久的 一般事业废弃物去向的问题 也期盼能有一座焚化炉 还有掩埋设施来处理 这些事业废弃物 所以在这要与不要之间 赞成与反对之间 政府单位面对这样的议题 也经常束手无策 放任业者和民众来冲突 本席认为这样的灵弊设施 设置与否 最终能以民意为依规 确保民众可以参与公共议题的权利 坚决主张在对环境无语 对民众安全及健康没有威胁的情况下 才能有讨论设置的空间 对于本案本席认为政府应该更积极的协调作为 另外根据环保署最新的全国申报事业废弃物产生量 以及清理量来看 其中自行处理的六十五万公顿多 只占清理量的百分之三点四六 由此可见 业者自行处理所占的比例非常的少 显示在落实工业循环上 目前能停留在从产品设计制造 都是以摇览到坟墓这样的思维来做 也就是一路从加工制造 使用 抛弃到污染 而没有办法真正的 从材料开始就进行源头管理 让有毒物质依然排放 让焚化炉依旧烈焰熊熊 最终地球上有限的资源 依然走向坟墓的结局 这也是为什么 焚化炉需要不断的被新建的增结所在 因此如何落实源头管理 从材料设计 就有思考未来产品生命周期后的再次运用 从摇篮到摇篮 来降低工业文明对环境的冲击 停止对地球有限资源的大量耗损 因此本席也在此呼吁我们的经济部 还有环保署 应该要赶快加强对工业原物料的源头管理 以利用未来的再利用 另外要加强补导业者 定定基地的措施 让一般事业废弃物的处理 能够达到零废弃、零排放的目标 并减轻对焚化炉的依赖 确保民众的生活环境品质 让生产、生活、生态能够三盈 让我们的环境可以永续发展 谢谢 谢谢 谢谢柯委员 下一位请孔委员文吉 主席、柯委员 大家早安 陆委会昨天发布新闻稿 禁止我中央机关人员参与 六月中在厦门挤办的海峡论坛 也不乐见县市政府组团参加 更禁止个人或团体参加 一国两制、台湾方案 或者是民主协商等中共的统战活动 国民党昨天也证实 党主席吴敦毅 向总统府提出登陆参加国共论坛的申请案 总统府正式已经已以驳回 这个已确定 吴敦毅不可能率团参加国共论坛 蔡政府故意刁难民进党 配合蔡英文国家机密保护法 将满英九、吴敦毅 原本520之后可以访问大陆 将他们两位其国家机密人员 促进三年管制 在520前几天修法三读通过 把管制期改制为最长为六年 这个简直就是量身修法的 满英九、吴敦毅的条款 海峡论坛今年已经迈入第十一个年头了 本席强调从未参加 本席都没有参加过 但是本席认为每年提出 溃台新措施 海峡论坛跟国共论坛 紫金山崩溃 并列为大型的两岸交流活动 以前民进党在野的时候 也有利盈人士参与海峡论坛 所以陆委会这些反制措施呢 象征性地宣示了它的实质的规范 多余实质的规范 实际上陆委会它只管得了中央机关的公务员 对于县市政府只能说不乐见 本席认为两岸关系呢 现在已经很紧绷 今年将更加充满挑战和危险 蔡英文反中仇中的言论 故意挑衅刺激中共 裹上加油的这样的回应 将使两岸关系更加动荡不安 蔡英文是否基于总统大选的考量 敌视北京成为一个新的战点 宁愿升高两岸对立的情势来换取选票 蔡英文已经变成反中仇中的辣台妹 辣台妹不但对我国的国情 以国安毫无注意 为了拼选举 拼政治 不务正业 现在已经搞得人心惶惶 观光业 企业投资业都饱受冲击 坚毅蔡英文既立当即天下立 要为民心理 以昌 谢谢孔委员 下一位请称委员宜明 好院长各位委员大家早 本期今天要讲的国事论坛题目是 败选者联盟齐聚中央李静勇抢劫中选会 民进党去年九合一大选惨败之后 蔡英文请辞党主席 赖清德请辞行政院长 表面上看似虚心简草 但实际上却丝毫没有反省之心 不少在大选中败选的县市首长 其气要纷纷北上 出任中央重要部会的首长董事长 请问这样的民进党 真的有在虚心检讨反省吗 根据本席的观察 民进党的败选者联盟 似乎有输越多 官越大的迹象 苏贞昌在新北市 大输将近30万票 容认行政院长 陈其派在高雄市输了15万票 却高升行政院的副院长 台中市的林佳龙前市长 票数差距21万票 风光接掌交通部 而其部署中的副市长 林林三交通部局长 王毅川 新闻局长卓冠廷 则分别接任了 中华顾问公司的董事长 执行长 以及交通部部长办公室主任 而彰化县的魏明古及 云林县的李静有 则小叔9万及5万多票 所以只被分别到台水的董事长 及中选会主委的缺 纵观9和1败选 似乎只剩台北市的姚文志 以及嘉义市的图形者 尚未被封关加决 民进党号称人才忌忌 但从以上这几项的人事案 因为政治分赃 都人跨破卡去 而且中央政府的部会首长 跟董事长 纷纷沦为民进党政治酬庸的工具 明明拜选后应该回应民意 酬主力挽狂澜的新内阁 竟找了高龄71岁的苏贞昌回国 讽刺的是 李静勇在日前才宣布成立政治办公室 并在退选的声明上宣布将终结政治生涯 如今却北上入阁 变成中选会的主委 与主治代表谢长廷退出政堂的幽默说 以及行政院苏院长的向神明发誓 有异曲同工之表 本席认为 从日前中选会主委的任命过程 就可以看得出 民进党政府如今仍旧是高高在上 不愿意虚心检讨 阿爸而且蛮横的碾压民意 这样的政府 我们要在明年的1月11号绝对要用手中的选票把它再次下架 那民进党政府知道国家不是民进党家里开的 以上谢谢 谢谢 谢谢陈委员 下一位请令委员德胡 那苏院长还有与会各位同仁 各位媒体记者李治先生 我想一个行政院院长还有陆委会的主委 公然在立法院院会里面来公然说谎 言而无信 这样的政府你说需不需要来让他下架 因为本席在今年2月26号的时候 在这个地方咨询苏贞昌院长还有陈明通主委 就是针对这个国共论坛经贸论坛 这个第11次啊 这个问苏贞昌问陈明通说吴敦丽可不可以去参加 因为这个已经第11次了嘛 这次是第11次 结果陈明通说只要不妨害国家的尊严都可以去参加 那我说不妨害国家尊严这个非常笼统 我要他说你要说清楚讲明白 结果陈明通说因为你只要不涉及到就是这个妨害国家尊严 我说这个国家尊严他就是说不要唱对方的国歌啊 这个损坏国家尊严都可以去参加 而且很肯定的来答说可以 苏贞昌甚至于说我们哪只要两边对等平等 而且这个能够中国国民党主席跟中共的国家总书记握手 那是最好的 他甚至于说当然更好 还有再加上我们说中华民国 对岸说中华人民共和国那是更好 我想吴敦丽是以国家的主席 这个中国国民党的主席去跟对岸 这个习近平也是他们的总书记 这不是对等吗 那当初所承诺的结果 现在啊 总统全部把它推弯掉 这种没有诚信的政府 而且说谎的政府 你说在明年元月十一号需不需要让他下架 因为本席在今年的二月二十六号 在立法院就这个地方 问陈明通问苏贞昌 都承诺一定可以参加 我说这是公开透明 都有媒体有记者 我们也不会去签什么任何的合约等等 协约等等 结果我们看到现在的政府 这个跟国会的议员讲一套 做又是另外一套 这个说谎的政府 你说需不需要让他下架 我认为人民要展现我们的意志 就在明年的元月十一号 让民进党下架 谢谢林委员 下一位请科委员治安 主席各位同仁大家早安 我们记得在三十年前 有一个饮料的口号就是 只要我喜欢没什么不可以 这个代表年轻人应该是勇敢的追逐自己的梦想 不应该受到限制 而且让当时非常压抑的社会 受到非常多的好评 但是呢如今这句话体现在 一个自诩民主进步 公平正义的执政党的身上 却显得非常的讽刺 大家想想这三年多来 蔡政府民进党口口声声说 要爱台湾 所作所为都是为了维护政权 自私自利 然后呢政策绑装 纵使破坏了民主宪政的体制 民主的精神 其实呢在立法院 只要民进党想要 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这种多数暴力可以说是被他们发挥的淋漓尽致 民进党目前为止已经掌握的席次的立法院 好像就是这种永夜一样 早已经没有所谓的黑暗 只有更黑暗 我想在528这一天当中呢 我们可以说是不仅是立法院最黑暗的一天 更是为中选会留下最耻辱的一个历史 打破中选会自法制化以来 皆是由无党籍人士出任的一个惯例 民进党员想要捍卫执政党的一个政策 确保正式的推动尚可理解 但是呢对于如此有高度争议 而且关乎我国选务中立的人事同意权 却可以完全无视于这个民意 而且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投下自己的赞成票 显然让人民因此认清楚了 原来如此蛮横的作为才叫做公平正义 才叫做爱台湾 我们还记得中选会的前主委陈英权 过去在提名审查的时候呢 就自诩为心中没有颜色只有全民 但是呢在去年处理人民公投案的时候呢 对于不是完全无力于这个政府的部分里面呢 他最无所不用奇迹的去找查 更是做出边投票边开票 违反选务公正公立的离谱的一个行径 对比如现在李静勇说 未来一定会严守法律规定 这样的话实在令人无法相信 其实呢这样大家会觉得 面对李静勇 他面对于过去为你拼搏而通过同一权的 这一群民进党的立委 他们的恩情你能够置之不理吗 你能够能够违背所谓的党意愿意 然后贯彻你的行政中立的意志吗 这件我们是完全充分的怀疑 现在呢 蔡政府的独立机关已经不独立 行政中立呢也是不中立 民进党官员的保证的话 更是如糖衣毒药 蔡总统如果能够不计代价的 要将党内的初选不断的延期 变更党内的规则 党内的初选都是如此的不择手段 事项难看 你更何况是我们总统大选 不知道使出什么样的手段 所以人民永远记住 支持靖弗勇 无耻李静勇 我想这样的阿爸的意志 好谢谢科委员 下一位请陈委员玉珍 院长各位早 我来自金门 现在快要到端午佳节了 我想到前一阵子 在四月五月的时候 我想大家在新闻 有开吗 大家在新闻媒体上 都有看到金门有相当多的人物 那这个礼拜二 我们在这个会场的时候 这个纷纷老老的通过了 这个中选会的这个主委的这个人事案 那在这一片纷纷老老当中 虽然我们看到蔡政府的确做了一些 很不应该的事情 民进党政府强行用人数多数暴力的方式 通过这个人事案 但是我也要再对某些部会表示肯定 我记得在上个月 四月跟五月的那个时候 因为有龙雾 所以金门有很多的飞机没有办法飞行 那整个金门的机场滞留相当多人 那个时候民航局跟这个国防部呢 都的人员都不眠不休的待命 大概就是说 基本上都24小时 我们都在全心全力的 不分为了国家为了人民 不分党派的全心全力的 来解决这个旅客滞留金门的问题 那现在又要到端午佳节 我想有时候这个情形可能会再重现 我们还是希望国防部还是可以一样的支持 我讲到这个社会 现在这个社会纷纷牢牢的过程中 我想到我们金门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 小时候我们所学的教育是君爱民 民进军 那下个月6月24号 这个中华民国大法官会议 大法官会在中华民国的宪法法庭 召开一个有关陆军的这个 有关陆军军官跟事官 这个有关军公教联津改革 这个部分的这个宪法法庭的这个辩论 我要在此呼吁大法官 你们也许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 我们金门以前所有东西都是 都是所有的 以前大家抽签到金门去 抽签到金门去的时候 都会觉得说这是一个很不好的福到 抽到这个金马的签 那很多军人在那个时候 在那个时候到金门去 小孩子家里的太太如果生育的时候 或是说小孩子在成长过程中 都没有办法陪伴家人 那在这过去的几十年间 很多军人都是这样的为国家 在牺牲在奉献 那在他们退役的时候 已经退休的时候 这时候我们的国家 我们的国家竟然忘记了 当初给他们的承诺 当初给他们的信用 严重的违反的信赖保护原则 那这个对一向忠于国家 一向忠于这个中华民国 这个这些我们这些军公教同胞们 这个国家要怎么样给他们交代呢 所以我在这里是很郑重的呼吁 请大家回想 回想那个阶段 中华民国需要团结 好 谢谢陈委员 登记国事论坛发言的委员 均已发言完毕 现在休息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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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icon